好那么持续要来关注的就是 国内外的疫情焦点 首先要来看到台湾的部分 还记得吗 在跨年的时间 有许多人去看这个五月天的演唱会 当时这里头就包含了 有自主健康管理者 因此还好是被警方 及时拦了下来 可是后来又传出说 有许多案例是在 14天的这个检疫期满之后 被验出确诊 那自主健康管理 到底有哪些事情不能做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 其实呢 指挥中心就有明文规定了 自主健康管理者呢 是不能够参加聚餐 也不能够参加聚会的 包含像是开会啦 去听演唱会啦 或者是去餐厅吃饭等等 都不行 感染科专家就分析说呢 因为有1%的人 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呢 是有传染风险的 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杜绝 不能够去公众场所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再怎么想去自主健康管理的人 一定要忍上七天七夜 五月天跨年演唱会 有七位自主健康管理的人 冲现场被警察代理场 避免大家管不住自己 疫情指挥中心把底线干脆 画清楚 去听别人唱歌不行 那找朋友听自己唱歌呢 当然也不行 就算度过了检疫14天 自主健康管理的人 就是不要去人多的公共场所 所以禁止聚餐聚会 像是开会 唱KTV 吃尾牙 到餐厅吃团圆饭等 如果违规依传染病防治法 最高开罚30万元 这样太危险 没错 这样太危险 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还是有传染风险 在隔离14天之后 还有传染力 比如说 在可能差不多百分之一的人 他的新冠病毒感染 他的全无期是超过14天的 14天之后不保证说 完全没有病毒 另外就是说 有时候会担心说 你在那个 检疫或隔离的时候 不小心被接触的人 传染到病毒 这可能性邪有 自己在自己家里面 有自主健康管理的人 他能够大家一起上桌吃饭吗 我想自主健康管理的人 就是不要到外面去 群聚的地方 那在家里的话 当然是无所谓 各位小组 万福金安 忍七天风平浪静 才能真正的万福金安 华新闻华民会张兆元台报道 谢谢大家 好